要说对不起 也是我对不起你们家 反正我现在 必须把笑笑带回家 真的要带笑笑回家 等等 为什么呢 怎么样做才能让你满意啊 二十万 二十万都给你们家 白白的给你们不用还呢 你还要怎么样才满足呢 行 你要走是吧 你走 你自己走 我告诉你 笑笑呢 就必须留在我们家 因为她是我们刘家的种 是刘伙的儿子 是我薛东娜的孙子 必须得留下 你管了 管了 跟奶奶不哭 不哭 妈 外公会是怎么回事 路总 电话响很久了呀 是你接 还是我接啊 你接 接 你接 你好 火器公司 好的好的 我一定转告 谁啊 摄像总那边 让您晚上去指挥部开个会 又要我去开会 我才刚回来让我去开会 他是耍着我玩是不是啊 谁去啊 刘总 安先生不是说过了吗 他现在负责最后的审查 所以必要的沟通是需要的 好了 刘总 不要被负面的情绪所影响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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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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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帮你 吧 刘虎 刘虎 你在哪里啊 怎么了 本来我想在电话里跟你说的 可是说不清楚我就过来了 何宇齐今天突然跑到误管办 冷不丁地说了一句 孩子不是你和刘虎的 我当时就慌了 我脑子一片空白 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冒出这样的疑问 后来呢 后来我就想把孩子带回娘家呀 可是你妈就是不同意 你说怎么办呢 就何宇齐这种人 她能把孩子抢走 带她去做亲子鉴定你信吗 燕燕 你现在回家 不管用什么方法 把孩子带回你娘家去 我来跟我妈说 要不要看衣裳 感觉那么冰冷 被告人同建国 上述五项罪名成立 除以无期徒刑 一切都不完整 一切都不完整 你看你就无所适从 一切都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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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后就要 chapter 掏受点 一切都不完整 想象徹增赞 增赏 她有什么 food 你不想想吃 digo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的死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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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你是哥唯一的亲人 今天你过生日了 哥向你保证 从今往后 再也不让你受到别人的欺负 还有 不管你以后干什么事情 做什么事情 哥都永远站在你旁边 都力挺你 谢谢哥 你还没说刚才许的什么愿 我呢 就希望哥的身体 永远健健康康的 然后事业做得红红火火 最重要的是 你要赶紧找一个嫂子 然后我们快快乐乐地 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哥答应你 哥现在开始给你礼物啊 猜哪个手 这个 确定 那这个吧 哥 不 车 哥 谢谢你 我正好需要一辆车呢 是吗 谢谢你 喜欢吗 喜欢吗 喜欢你的思念 寒冷的极限 可是再能遇见 那温暖的春天 尽ð 孳总 这是我们火器公司的资料 您看看 不用看了 我对火旗公司的了解呢 已经很清楚了 那很好啊 那我们什么时候 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合作 我知道你是火旗公司的副总 也是刘火的合伙人 但是好像你们跟 同建国有商业上的来往吧 所以这次很抱歉地告诉你 我们可能 要取消这次的合作 你什么意思 你是故意为难我是吗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 我向来呢 都是一个公司分明的人 而且我也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原则 商业谈判 无非是利益交换 我有值得让你跟我交换的 你想知道吗 我一点都不想知道 那我就自己说说吧 我知道毛牙和刘火 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 你说 他有没有可能是你的呢 可一切 我警告你 别胡说八道 当然 在没有证据的时候 你可以说我是胡说 我也在等待检测报告 而这一切流火并不知情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的话 这个重磅炸弹如果抛出去的话 你说后果会是怎么样呢 喂 刘医生啊 DNA的检测结果出来了吗 好的 我马上过来拿 谢谢啊 萧萧 萧萧 你真快点回来嘛 好想你哦 快点回来嘛 快点回家 快点回家 我真的好想你 我好想你 我告诉你 一切都是你自长的 以前怎么说你不相信啊 现在好了 坐着发呆吧 我说她 你还护着她 保护着她 替她说话 现在呢 我告诉你她眼睛里有你吗 她有没有把这个刘家 放在她眼里呢 你不要再念了好不好 我就要念 我念念念念念念 念到你清醒为止 我还没告诉你呢 今天早上更恐怖 一大早毛鸭鸭 把门砰一打开 把笑笑像发疯的眼睛 包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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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 我追了门口拦都拦不住 她把门一关 孩子包走了 我叫她回来回来 你都不理我 啪 甩门就走了 她把我当什么 她有把我放在眼里吗 她是在吓唬谁 不要忘记 孩子是我们刘家的骨肉 三天两头的把我们笑笑抱回娘家 这算什么呀 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做妈的 你说说看呢 她不过是抱她的孩子而已嘛 有需要生那么大气吗 刘火 刘火先生 你的肚量还真大呀 我告诉你 如果 如果你要保护你妈妈 不要让你妈妈再受委屈 不要让你妈妈再受那么大气 请你好好地管管你的老婆 好 我管管她 我一定让她为这件事情给你一个交代 谢谢 我现在就打给她 请 你儿子的 乖达 exceed 你贵不气 我们见一面 来 杨杨 喝杯水 来 看下来这孩子 几天没见又长了 杨杨 你这两天怎么了 你看你这状态 魂不守舍的 你说你一个结了婚的人 天天往娘家跑着 干吗呢这是 这是我自己一家 我还不能来啊 这不是关心你的吗 跟哥说实话 是跟刘伙又闹意见了 还是打算跟向辉和好啊 哥 你在说什么呀 就算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男生都没了 我也不会跟向辉联系的 好不好 那就好 我这不是也是担心你吗 我跟你说 这小子不是东西之娜 千万得跟他撇清关系 好 行 哥 你先去忙你的去吧 我现在真的好烦呢 杨杨 这一次我支持你哥说的 你嫁出去的姑娘 就泼出去的水 你都已经嫁给人家刘伙了 别老往娘家跑了 刘伙怎么想 刘伙的妈妈怎么想 妈 不是这回事啊 你们都不知道 我 我一下子也跟你们说不清楚 我现在笑笑回房间了啊 妈 爸 你在这儿干吗呀 到处找你也找不着 电话也关机 你怎么了 纤辉 我哥盼了 他这后半辈子 都要在牢里度过 我该怎么办 童话 你也别难过了 咱们不是已经尽力了吗 这一切都怪何雨琪 我一定要杀了他 你能别这么极端吗 何雨琪纵是有千不该万不该的 但是你哥做的那些事情 不都是事实吗 你杀了他管什么用啊 我不管 反正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我 até我 还没睡啊 我哪睡得着啊 笑笑睡了 睡了 我现在心好乱呢 每天都提心吊胆的 现在向辉回来了 我真的不知道笑笑这个秘密 能够在刘伙他妈那门多久 谁不担心呢 可是现在都乱套了 我也真的想不出 什么更好的办法来帮你解决了 妈 我觉得是不是自己做错了 当初 就不应该怀着笑笑 嫁给刘伙 现在说这些已经没用了 市场没有买后回药了 咱们就走一步算一步吧 芽芽 千万记住 不管什么结局 千万别伤害无辜 刘伙 刘伙 你找我 什么事 那个 有一件事我想拜托你 咱们俩之间有什么拜托不拜托的 有什么事你就说嘛 只要是我能力范围之内的 放心 我一定会做的 我叫你 你不咱们俩俩的 那是小店的 你又要在一起 那种平安天的 我特别的 我就去带自己的 你一顿俩走一顿俩呢 你就不想要想要想要一个什么 对了吧 虽然之前我们是男女朋友 可是现在我们只是工作关系而已呀 而且我也绝对没越线呢 他不会连这样也不放心吧 是他对自己没信心 还是对你没信心 随你怎么说吧 总之你不要来就对了 瑶瑶跟你不一样 她没有你那么强大的内心 她现在是我的老婆 也是我最爱的人 我不希望她受到任何的伤害 刘火 是不是在你心里觉得 毛瑶瑶才是这个世界上 心里最脆弱的人 你有没有想过你跟我提出这些要求 我的感受是什么 她是你最爱的人 那我呢 我又算什么 我们在一起七年的感情 难道连一点点爱都没有了吗 连一点仅存的回忆也没有了吗 对你而言 我何有其佛算什么 听很难 快过去吧 我寻找什么 邦解蜂 你们只有十分钟时间 哥 哥 童话 你怎么瘦了呀 是不是没有好好吃饭 我没事 都是你说苦了 你看看你 我没事 童话 高波在你身边 要好好照顾自己 哥 你放心 向辉回来了 他会照顾我的 向辉回来了 童话 你要听哥一句话 这个世界上 谁都靠不住 何与其事 向辉未必就不是 你一定要靠你自己 独立起来 哥 你想为他靠得住 他会像哥一样地照顾我呢 他和何与其不一样 童话 你爸我现在适合不好 让何与其 敢见我一次 哥 你怎么到这种时候了 你还想着他呀 他把你害得那么惨 那种女人不值得你爱 这又是何必呢 你怎么到这儿 作为孩子的亲生父亲 接下来 你准备做什么呢 还有我送了你一个 这么大的礼物 我希望在以后合作上 向总 你能给我行个方便 你怎么办 我不行 我坚决不相信 笑笑不是刘伟和丫丫的孩子 事实就摆在面前 虽然现在你不敢接受 但并不代表它不存在 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人有不可告人的命 只是毛丫丫 我没想到 她能穿着这么大一个秘密 骗了这么多人 何与其 你也真是一个可怕的女人 你到底想怎么样 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 我只希望火器公司 能顺利通过 七星期酒店的审核 你是想拿这个 跟我做交易是不是 也不能这么说 我也希望 孩子能跟亲生父亲在一起 毕竟刘伟不是她的父亲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毛丫丫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我的意思你懂吧 所以 你想让我帮你 让丫丫离开领域 一箭双雕 是不是 你还行吗 向总这么说话可太难听了 我想跟流伙在一起 是因为我真的爱她 难道 你就不爱毛丫丫了吗 我这个人做事很理智 我知道我自己想要什么 向总 你知道吗 主任对不起啊 我昨天晚上忘记把钥匙给你们 我现在送过来 云亚 这么大冷天呢 在楼下干嘛呀 我来接你跟孩子回去 我妈真生气啊 不是 我现在还不能跟你回去 我得回单位 我还有点急事 单位不就是我家吗 云亚 我跟何雨琪说好了 就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 他都不会再来扰乱活人了 你跟我回去吧 你带着孩子不能躲一辈子的 我也不想躲呀 你以为我想回娘家呀 可是刘伙 你想过没有纸是包不住火的 我都跟你说了 何雨琪已经来问我了 已经开始怀疑了 你说怎么办 我们总得想个解决办法吧 那怎么办啊 跟我妈说事实啊 我怕她受不了了 可是这种小惊艺偷偷摸摸的日子 我真的一天都过不下去了 怎么会过不下去呢 不是还有我吗 还有我吗 你说 是不是向辉回来了以后 你开始动摇了 你在说什么呢 我在跟你说孩子的事啊 什么向辉啊 再说了 我都跟你说了无数次了 我跟向辉没关系没关系啊 你干吗怀疑这个呀 对不起啊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就是觉得我太在乎你太爱你了 自从上回回来 自从上回回来 我就有点害怕 我怕失去你 对不起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好呢 我们快点想个解决办法好吗 走吧 走吧 你不是要到单位吗 我送你 你走吧 我也希望孩子能跟亲生父亲在一起 毕竟刘伙不是她的父亲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毛鸦鸦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我的意思你懂吧 来 华姐来了 找我干吗 这不是好久没见 天天惦记着你的吗 你惦记我 我看你是惦记着我的钱吧 瞧你这话说的 能这么说呀 有什么事赶紧说 没事我走了啊 你看我天天操心替你办事 你倒还挺不耐烦 真是那什么姚吕洞斌 不识好人心啊 那向辉的事我就不管了 向辉 向辉怎么了 ,你没觉得她对鸦鸦 还不太死心吗 这我知道 那看你这意思 你就是想任由他们发展 当然不行了 你要多管着鸦鸦 我要让她俩见面 反正都给我盯着点 我可没少给你好处 别关键时候掉链子了 我是那种人嘛 我肯定会站在你这头的 绝对不会让向辉跟鸦鸦 有任何瓜葛 万一有什么情况 你还可以先斩后奏 一定要想方设法阻止他们 绝对没问题 就是啊 最近手头有点紧 其实前些日子想找你在这 一看你们家出那么大事 新闻里头天天是头条 我是真没好意思 后来一想吧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你们童家拔一根寒毛 也比我毛希林的腰粗不止 毛希林 你除了车火打劫 你还会什么呀 行 要多少 一万是吧 待会转给你 你再猜一回 十万哪 你也太狠了吧 一百万 一百万 你疯了吧 刚才抢一行算了 急什么呀 坐下 坐下 你看看这一百万值不值哈 鸭鸭虽然已经结婚了 但孩子是向辉的 这事只有我知道 我要不跟别人说 他就没人知道 你要胁我 还真没这意思 我就是啊 人穷至短 你看人家向辉现在混得也挺好的 他万一要拿钱来套我的话 我一直理由不坚强 要招了呢 行 算你狠 要不这样吧 一般行吧 一半是吧 行 那孩子的事 我也留一半 说一半 行吗 行吗 我放心了 你真不是个东西 我自己也觉得我不是个东西 其实想想 原来要是让向辉跟丫丫在一起 现在一家团圆也不错吧 好 有钱的时候我想办法 这可是我最后的积蓄了 你给我记住了 如果让向辉知道孩子的事情 我会跟你拼命的 好 咱们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我走了 赶紧滚 好 赶紧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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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要跟你商量一下 你怎么还来啊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我们说好什么了 你说了并不代表我就同意啊 而且这儿 本来就是属于我们两个的 该说的我都说了 你走吧 这个公司是我们两个的 而且我们两个曾经发誓 一定要把公司办好 难道这些你都忘了吗 所有的事都到此为止了好不好 刘虎 我们在一起七年了 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事 不是你说一句结束就可以结束的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 一见面就吵架 丽莎 麻烦你告诉她 一直以来我为公司都做了什么 你的意思是 有什么我不知道的 说 刘总 雨琪姐确实是一直在为公司拉业务 公司之前百分之八十的设计项目 都是她从佟建国的子公司拉过来的 为什么我不知道 为什么我不知道 雨琪姐不让我说 这不是还把您生气吗 我们都为了公司好呀 为了公司 她也为了公司 你们两个都为了公司好 你们都明事理事大体 我真觉得公司应该交给你们两个就好 我在这干嘛 我走了好不好 刘虎你不要闹了 现在七星级酒店马上就要审核通过了 这个项目不管是对你还是对公司 那都是有天大的好处啊 公司的事你别再插手了好不好 凭什么 我为这个公司付出了多少 你不是不知道 我和雨琪认定的事情 我就绝不会放手 你不要忘记 公司里也有我的股份 七星级酒店 我管定了 我 你为什么 R 书他 找我有什么事 我还要回单位呢 其实也没什么事情 我就是想问你一句 你的孩子 到底是不是留活的 这么女人 小慧 你大白天说什么鬼话呀 不是刘伙的 难道是你的吗 我还不会傻到那种程度 我被你抛弃了 我嫁人了 我还还你的孩子 我凭什么呀 你哪来那么大的自信呢 你也不照照镜子你是谁呀 你就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 是 你说的是 你想怎么骂就怎么骂我 只要你心里痛快 小慧 我现在很幸福 无许以骂你来取诺 请你不要打扰我的生活 更别痴心妄想孩子是你的 慢点 姐 我让你带的那个跳舞的曲子带来了吗 没带 为什么 薛姨 你都好多天没好好吃饭了 还要什么曲子练舞啊 你哪有力气啊 我如果不跳跳舞 不唱唱歌 你觉得这个时间怎么打发呢 我就真的不能自己一个人静下来 满脑子都是小乖乖笑笑的样子 不知道她在那边过得好不好 也不知道她三餐奶吃饱了没有 还有现在天气这么冷了 也不知道她的衣服穿得够不够暖 还有啊尿片 我不知道每天惦着小屁屁会不会敏感 她到底想不想我呢 薛姨 我看啊也只有你这么关心这孩子 你没注意啊 火哥从来都不紧张 你说 有哪个亲爹不亲自己孩子的呀 你有病啊你啊 一大清早这么缺的事你都说得出口 你是不是想提早回老家呀 薛姨 薛姨 李主任 小宝 清儿 李主任 天这么冷还出来锻炼啊 锻炼锻炼 习惯了 多冷啊 屋里暖和暖和多好啊 每天哪儿不出来动动 完全筋骨都不能啊 是吧 那您除了多少练在家里都干什么呀 我啊就是 跳跳舞啊 跳跳舞然后唱唱歌 然后再来电影 电影是不看的 那那那那清儿呢 你可讲道歉了 小清来我们家这么多年 就只在家里面呀 洗衣服烧饭哪 打扫卫生哪 我告诉你电影院长什么样子 她不知道 KTV长什么样子 她不知道 什么披萨呀汉堡 从来都没吃过 傻不傻呀 李主任 不知道您有没有空 有空的话 不妨你带小清去见识见识 有空啊 我谢谢您了 谢谢 思达我到了咱们小清公路 我觉得您是最好的人哪 你刚才那话说得我血都热了 真好真好 那我带小清儿 看个电影 去学椅 我不去 小清 告诉你清 你都该交朋友的时候了 这么大了是不是 而且朋友 必须什么样类型都交 你才能分辨 你到底喜欢哪一类型啊 千万不要以貌取人哪 你别跟她长那个样子 逗你乐的我告诉你 去去去去去 去吧去吧来 主任 喂 小清交给你咯 好嘞 得了咱们看电影呢 咋呀小清 你放心 清啊你尽量地去玩 今天伙哥不回来吃饭 所以不用你煮饭 主任啊 电影 KTV 汉堡 披萨全包了啊 我全行啊 去吧 好好好 给她吃个披萨啊 好嘞好嘞好嘞 我连发表名都给她买 对对对 走走走 我不去啊 走的走了 这这这 学你 没事儿 学姨 没事儿 学姨我不去 没叫你学姨 遭响 早看片去 何雨琪 你知道吗 如果可以 我真想一刀杀了你 你今天叫我来就是要杀我的 杀了你怕脏了我的手 我哥也真是瞎了眼 才会看上你这种蛇蝎心肠的女人 你做了这么多缺的事 你不过良心不安吗 我要是你 我都没脸活在这个事件上 恶心 童话 你不要逼我把话说明白了 你背后做的那些龌龊的事 你不要当我不知道 抢闺蜜的男朋友 这种不要脸的事情 你都做得出来啊 你 怎么 说到你痛出来 你想怎么样啊 你到底还知道些什么 谁告诉你的 谁告诉我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知道向辉已经不像以前那样 乖乖地听你的话 也许下次知道的 就不只是我了 还有可能是你的好朋友 毛鸭鸭 你懂什么 我和向辉那是真爱 像你这种女人 懂什么叫真爱吗 你害完了我哥 现在还想害我吗 你跟向辉那点事 我实在是没兴趣 但是你跟我是一路的人 为了爱情不顾一切不择手段 放心 你的那些秘密 我不会随便说的 但是你也要给我记住了 我不欠你们同家的 我已经付出了足够的代价了 可以去去见见我哥吧